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了三年 台湾的球迷再次看到三毛林杰 站在中华職棒的舞台 展现他的球戏 虽然身上穿的 早就不是帅气的直条纹成泰球衣 不过黑公依旧在了领霸 顺利完成归国后的提示登板 看到了三毛在投手秋上的英姿 球迷们马上联想到 和他一同闯荡日本職棒的小子林安宇 也已经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大家好,我是李安宇 我现在仍在仙台 然后每天都还蛮人 然后最近的状况就是 就是去年的旧伤有点复发 然后现在是等待通知 看在哪边做附件 然后希望再用最短的时间 可以马上出来比赛 然后很久没有上电视了 有点紧张 一定会比前两年来得好 因为人事物比较熟悉 然后地方 然后日本人是怎样的 大概都了解了,差不多了 早上10点开始练习 就大概3点会结束 就是到3点到睡觉之前 这段时间就除了吃饭之外 其实真的不晓得要做什么事情 拼圖没有用 因为没有框 然后打电动 每天打了也是会腻 然后… 真的还蛮无聊的 有些人打字比较慢 不会想要跟他聊一声 像许申姐 那种打字没有很快 所以… 如果有人跟我要,我都是会给的 就是像音乐品,然后还有蔡明镜 目前线上的选手 应该只有他们两个吧 大家也是互相关心 还蛮贴心的 还好有MSN 不然这些里外球员的日子 真的是一尘不变,枯燥乏味 除了网络上交换讯息之外 电话更是直接联络的工具 就是嘟嘟跟廖宜辰 对,他们两个不晓得 我能在日本打我台湾的时候 就是打好玩 嘟嘟好像是要问我 是否住在那附近 他家附近 我听说是这样 然后打电话给他,他又不接 就是这个胖子不晓得在想法 然后廖宜辰打 不晓得有什么用意就是了 他也在要手套 他跟我要手套 跟他们讲,我已经在做了 不要一直打电话来 没有,因为是大学同学 然后我们都是同届的 然后从国中就认识了 从国中就烦到现在 我就跟他讲说 投到一个成绩的时候 就会给他 他竟然表现得也不错 算是吧,虽然很不想理那个人 可是他实在很烦 看来阿凯的屋里头 连远在日本的小鸡都受不了 在国外打球 语言绝对是重要的 到日本已经第三年的林恩宇 曾有自信地说 日常生活用的绘画都难不倒他 基本的还可以 就是… 吃东西还是要我图位就好 因为没有再记字 只是会记单字 不会记到没有去背语诗 有点,有点,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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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辨认识 有点 就是这样 下面的币是这个 这个是一年前 一年前 但这些都要买到一年前 就全部都买到 買東西的話… 買東西看價錢就好了 只要有錢,然後付錢就好 所以買東西沒有甚麼問題 新興的球迷一定發現 這次螢光幕前看到的林恩宇 比起兩年前剛到日本的他 笑容明顯多了起來 不開心的事情 不能一直呈現在大家面前 對,然後就像經過去年… 其實去年真的挺難熬的吧 就是一直手痛到可以比賽 然後回到原點 來…回到年,還滿多次的 所以去年…經過去年這段 還滿低潮的 所以今年比較會… 樂觀的,然後… 積極地去治療的時候 然後出來比賽 然後讓自己不要那麼消極 其實這裡… 就是好幾次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是來這邊一個人喝個啤酒 然後… 因為來的時候都是半夜 就是喝個啤酒 然後賣一下日本人 大聲地喊出來 其實來這邊都是… 大概半夜的時間了吧 來這邊… 大喊個幾句 然後罵一罵 心情多少會… 舒緩了一點 對小姬而言 重新回到一軍的投手球 是他現階段最大的目標 當年,中華職棒的投手三冠王 年度最有價值球員 絕對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年復一年的再養傷 日子久了 再怎麼旺盛的鬥智 也會被磨個金光 很羨慕大家可以用全力投球 然後… 就是沒有顧慮的這樣子 去投球 覺得很羨慕 因為害怕就像去年一樣 一整年反反覆覆的 一直在做同樣的事情 然後沒有結果 每天練球就是… 熱身玩 然後就是準備做一些 復健的課程 這樣練球能有什麼意義呢 對呀,身為一個投手來說 沒有投球 根本感覺是沒有用 球迷們一定不希望 曾經那樣輝煌的林恩宇 會像流星一樣 只是短暫的綻放光芒 現在 就當是讓手臂好好的休息吧 正在積極附近的小雞 預計六月份就可以上場投球 期待他累積了三年的能量 完全都給爆發出來 寫下繼承瑋英之後 另一個大復活的傳奇